2021年最后一集的节目 也希望在未来的2020年 大家都会有好景 因为始终过一年的股市 特别是港股 其实每方月下 如果投资者不懂得保护自己 这段时间跌下来的幅度也不小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年初 跟随我的资产配置的做法 20%是股票 起码书极也有个谱 当然整年2021年和2020年的展望 我们在下一集就会做一个总结 但是今集第二部分会给大家一个概念 究竟未来2020年我们应该怎么做 有什么股份可以尝试去做 而环球股市究竟出现什么危机 等等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检讨 首先说回沈大使港投资 是一个收费的节目 而这个收费节目 每季就550元 一共13集 有兴趣可以订阅 当然投资其实我觉得是看完份的 可能某些建议对某些人 就是一个礼物 一个得益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毒药 大家分清楚 究竟你是哪一类型的投资者 还是一些急功近利的投机者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不同的投资建议 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 看看你是哪一类人 所以也不要大家说 建议全部都坏的 当然有很多人是会这样说的 总之一有什么错 我就连续去说的那个人 但是又不细心听一下 究竟部署是怎样做 这些点大家要留意 无谓有一个美丽的误会 人家给你一个长线投资计划 你去做短炒 这样真的多多不够输 而订阅的方法就有以下五种 最方便的就是去我们D100上环地铁站 E2出口的专门店那里订购 有职员会帮到大家 如何安排的 另外有些旧的订户 可以用转数快 现金或者ATM过数 或者是网上订购 用PayPal付钱等等 把资料再寄回来 或者email回来 这样就可以了 澳门观众也有订阅方法 有什么不明的详细想问的 就打22971825 有专线接听大家的电话 好了 讲回今集的内容 首先第一件事 当然最容易解释的 这两天在YouTube那里已经出了 也是东张西望有说过的 就是关于刊姐陈彦恒 据额投保 不知道为什么 接着就不见了很多钱了 他最主要就是说 那个过程 那个银行经理就miss present一件事 包括和他的 譬如说 因为我们始终 逢这些金融产品 有风险声明的 以及因应财政实力 就是客人的财政实力 而定出一些计划 当然当中涉及到 就miss present了一件事 就是他 刊姐他的收入 作大了 来到就要买一些很大的投资保单 包括储蓄保单 这里就其实最终 幸好就是有得满意解决了 因为银行肯赔回所有供款 给他 但是带来一件事 我们觉得 其实看其他人的问题 可以帮助我们在投资收益 在投资安全性那里 在投资的安全性那里 如果有问题的 其实也应该要赔偿 这次也投诉到金管局那方面 为什么银行肯赔回 因为真的有问题出现了 你看看雷曼迷励会不会有问题 会要赔 他不会赔的 但是起码第一件事 就是银行里面 确实有个银行经理 就将他的收入和财富状况 是填到高估了 而这件事是正式犯错的 所以银行也快快摆平 肯赔回给他 这个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但是第二件事 其实他自己本身都有责任的 当然责任在哪里 就是说 你第一 不看清楚 他当中签了什么 买了什么 第二 就是说 当收到银行很多信的时间 大家都可能很懒得理会 其实当中的问题 可能未去到这么严重 已经发现了 应该已经发现了 但是一路一路收的信 一路就不理会 其实这个是投资者自己的疏忽 也难辞其咎 这次幸好是找到银行的错处 那他可以投诉得值 也能赔回钱给他 但是 如果 如果银行没有做错 而是一路过程的损失 这样的 其实是很难追究的 所以一定要清楚 投资者 第一 一定要清楚 就是人家建议你买的东西 你要知道是什么 这样才好买 第二 当然就是你自己也有责任 去了解和衡量风险 始终别人给的是意见 所以这件事引起我又想起很多东西 上个星期我都和大家提过 最近有些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 其实当中是背了很大很大的风险 你们买的时候觉得不知道 或者现在未发生到那些极点的情况 的时候 你会觉得OK 一路赚着钱 或者是套着息 这样是很安全 当年雷曼迷劑也是这个情况 赢钱是风平浪静的时间没有问题 但是当市况一波动 出现了一些预计不了的波动的时间 其实是有机会风险高到 是你全部输掉你所投入的资金 甚至乎背下一身债也有可能的 所以要真的认清楚 就算银行经理 就算是投资顾问 保险公司是投资顾问 都好 不要尽量一定要了解 那样东西是什么来的 否则的话 你面对的风险就会很大 令你很惊吓 最近我看到 这两个星期 知道了保险公司推出一只产品 叫做Premium Financing 这个产品 实际上的风险在哪里呢 它说得很好听 第一 客人就譬如假设 出资10万美金 10万美金 好了 它的产品原来就是说 帮你做妈展 再借多20万美金 全部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买美股 和美股的基金 我亦都估计到 sale的时间是怎么sale 美股很厉害 美股升 不用怕大跌 等等的因素 令你觉得 买美股 还要做妈展 是安全的 实际上是不是呢 我一会再说美股的走势 但是这里已经涉及到有妈展 买货的话 就买多两倍的货 这件事已经有风险了 还有令我知道为什么 真的美股的散水 推人去死 就是这个时间了 就是用这些产品 可以推人来买美股 买多两倍 那就是美股是可以散到水 我上个礼拜 说过了 美股散水的格局 像样的了 问题是看的时间 还有就是说 已经做到的气氛 将香港很多投资者 就冲进去炒美股 这些 就是已经是可以 足够将那个需求 买美股的需求 扩大 如果加上这些理财产品 就更加令美股 可以大手大手散货 因为这些理财产品 销售来就好像是令大家安心 令大家放心 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记得金融海潮之后 金融海潮2008年 不是 金融海潮 是美国次元爆煲之后 2008年年头 很多保险公司的销售 就是销售投资理财的 销售的产品 里面 它主要是销售什么呢 越南基金 哇 越南基金 那时候就说 新兴市场没有受影响 其他市场受影响 所以销售越南基金是好 但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越南基金 在过去五年是升的 不断升的 那么 它销售越南基金 是很容易地销售出来 而我当时叫大家买 就是资源商品的基金 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当然 结果就是跟着那半年 商品基金就升了一倍 但是越南基金就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 那当时有一个基金经理 他很现实地跟我说 因为我当时就做嘉宾 他就做嘉宾 他就说 如果要销售越南基金 你一定要销售过去几年 升得很厉害的东西 才销售到 如果用市场的目的 有理没理 不要紧 我先卖给你 但是 一定是要卖那些 升得很厉害的 因为 因为给一个记录 给一个图 给你看 就是过去五年都升得厉害 所以你要买这一款 如果过去五年跌得厉害 但其实应该是跌得厉害的 值得买的 但是跌得厉害的 他们是销售不到 这个是一个保险的基金经理 跟我说的 他配合销售市队伍 总之一定要销售那些 升得厉害的 但是我心想 过去五年升得厉害的 是否已经overvalued了 已经超值了 已经贵了 还有下跌的风险是否大一点 不管 总之就是好销售 你想回头 现在说美股过去几年升得厉害 很多人还挑过机 跟我赌 跟我看 过去一年 是否美股升得厉害 是否港股不行 对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是不是2022年 或者未来一段时间 美股比港股好 这根本没有关系 但是肯定的一件事 美股的风险 下跌风险是比港股大很多 你不要跟我说趋势是朋友 看趋势 如果你是短炒你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做长线投资 或者你是做一些产品 要销售给人家 是要预约五年才能够赚钱的 那未来五年 即是美股仍然升得那么厉害 你跟我说 不要开玩笑了 还有这个产品的毒 不单止是这样 还有更加毒的就是说 他做胖展投资了美股基金 这个已经有一个风险了 再者因为他借钱的 20万美金借钱 要给息的 那便销售给他 做一个美国国债套息 那美国国债是什么呢 买的数目可能更加大 比美股的 那你买了债 你套了息 用来还你借钱的息 那便真的无敌了 美股又一定涨了 息又不用涨了 你又做大了杠杠了 那销售给你的时间 是否无敌呢 好了 但是问题的风险在哪里呢 第一 如果当美股下跌 一跌下去 可能要立刻扩骂钱 譬如说美股跌三分一 跌30% 那你的抵押品呢 就不够 就over了 那到期时呢 你可能要call margin 甚至乎资不抵债 你一call margin 要你现在兜兜 拿多10万美金出来 你怎么拿呢 OK 这个就是第一个风险 因为涉及到 margin 所以就有风险 接着你说 喂不是哦 美股哪有得跌啊 现在个个都这么说 美股哪有得跌啊 那你就看 放长双眼看 但是当美股一跌的话 你要call margin 你就死定了 还要迫着你要填仓 填一下填一下 你又买了一些很贵的美股 跟着填跌了 下去深渊 那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到家乡了 这个呢 就是整个计划 最大的风险 但是 还有另一个风险 这个风险 就是美债 因为你的美债 你是买大很多 才可以套到 息来 找一条妈产数的利息 是利息的 利息 没有钱赚的 但是如果美债违约 或者美债跌很多的时间 你的投资本金 还会损失更加大 那又不是哦 美债怎么会违约呢 美债真的不会违约 那又放长双眼看 美债不会跌 现在在高位 跟着美国会缩表 减买债 停QE 你看美债会不会跌 美债一跌 扯口上的时间 但是你记住 你是买了美债 债息上你没份 因为你已经买了 债息再上都好 是新买债的人才有份 但是债息上 环球金融体系 是要加息潮出现 你要付的利息会多 那可能你美债收回的利息 不够 扯口上的利息 第二就是说 美债始终有危机 因为美国现在的负债是29万亿的了 你明白吗 其实整个计划有两个风险 但是 那些售仕可以售到是完全没有风险 你找赢 你自己考虑清楚 当然 责任一定是投资者自己本身的 你听人家说 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你 起码那些售仕不会告诉你 美股有大跌的风险 美债会有违约风险 他们不会说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 所以 留意着 如果你买了这些产品 你自己要收拾 没买 而是有人推卖你这些产品 你自己三思 我不想阻人发达 但是我觉得不提醒大家 就似乎我抵不住 所以我又得罪一帮卖保险的人 所以不停地得罪人 不停地被人攻击 地产佬什么都 但是这一势的情况 可能比罕姐的情况 或者甚至乎可能会出现雷曼迷债的情况 因为为什么 这次是做妈战 做妈战就要call妈战 call来没有料到去斩仓都还好 如果真的一个不过意 美股的电是崩溃式斩不及的话 你就背下一身债 所以你自己好好三思 做这些产品 你真的要小心 OK 说完这次了 因为刚刚刚得那么巧 如果罕姐的事情出现 我更加联想在一起 有这样的情况 你们真的要小心 不要以为银行卖的东西是安全 雷曼迷债已经是一个教训 还有之前的accuminator EON 这些全部都是有毒的产品 所谓有毒 就是说带来的风险 并不是你想象中看到这么少 而是很多 所以真的要三思而后恨 好了 那看回市场 首先看Bitcoin Bitcoin你见它急跌 然后反弹之后 限了WingT WingT就是上面52000 他上次下42000 反弹上去的52000 接着就慢慢下跌 这次又是了 反弹上来 在52000 以下 限了五天 这种的反弹 然后橫行 再下跌 其实多说少已经反映了 那个约细了 其实你看到的 一浪低于一浪 上次67000 做顶 接着在60,000至54,000 徘徊了一段时间 下来42,000 之后再弹上去 就在52,000 至45,000 那里做了大约三个星期 这次很关键 看看时机到没有 到的话 这次就会穿45,000 直下30,000 或者28,000 当然 它也可以在这里 还行多一段时间 在那儿耍时间 但是已经看到世界各国都开始对于虚拟货币开始监管 所以 接下来看看会不会由比特币引发或者其他任何一只虚拟货币 比如狗狗币那些 引发了一个连锁性效应 这个连锁性效应将会令比特币跌下去 2,000 你可以说 我几千买的 2,000也有钱赚 不过6,000你不赚 2,000赚 那你也没有了4,000 而且更加重要就是 冲上去6,000那一阵 就是之前那一阵 冲上去6,000那一阵 引了不少人在那些位置追 如果跌回到2,000 就真的是 是这样的 那当然会不会上去又是另一件事 还有比特币也是 有些工具已经用孖子来炒比特币的了 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因素 会导致比特币可能最终杀回到3,000 或者留下的 当然了 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价格是虚幻的 你可以去6万 甚至乎7万8万 但你也可以变零 变回十几元一个 这个大家要知道 你买下去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价值 但是洗黑钱的人 和中国大陆以前走资的人 经常利用达到目的就是洗黑钱和走资 所以中国大陆一早就禁止了 你自己执闭下 当然你可以信 或者你可以带到又是买了之后 然后又升多一阵又赚钱了 但是我站在分析员的角度 我要告诉你们这些虚拟货币是不能再玩了 高位是不能再玩的 正如过往 我会叫你们有些股票是不能碰到 包括内房 包括物馆 包括内房的恒大 这些不能碰到 因为它存在着风险 我要告诉你们 就算它升 那些人说 你又登了 继续升 我赚很多钱 我都要告诉你们 不能碰到 股票个别 升得多的那些 我亦都告诉你们 不能碰到 正如好像腾讯 上到700元楼上的 是不能碰到 这些是要说的 就算被人说 我都不管 我都要说 就是什么 那些300 那些Tesla 那些 一定要告诉你们 这些东西的风险在哪里 它的股值贵得多无论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你买不买 或者你自己去买 不关我事 但是肯定有风险 Tesla其实都一样 好了 看回美股 道指摆明散水格 这个是周善图 周善图 你会见到 我之前教大家看图 每每在做顶的阶段 是大致上是横行的 或者高一点点 总之 斜度在高位是派发的 之前那个升 那个车是高的 接着在高位 横行整股来派发 每次跌下去 重要支持位会弹 甚至乎要创新高 少少 那个幅度 创新高越来越少 接着之后 就顺势下来 一破底部支持 就confirm 跌势 所以有人就说 都没跌下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心急呢 是 你可以的 等它跌穿34,000 33,000 confirm了跌势 你才会最沽 行 有人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 譬如说用 衍生工具的 在高位摸的 第一 不犯本 第二 就是中的话 亦都是回报率很高 还有 最主要就是基本因素 现在的基本因素 美股绝对不配合 那你又说 过去一段时间 都是基本因素 不配合 又升 那升就有得去升 最重要 我知道是人为扭曲 人为扭曲 只可以看着它升 都不够碰 因为你不知道 几时几刻 就出事 好了 这次的美股 早几个礼拜前 跌了下来 然后又上去 而跌下来那时 很多人就说 趁低级级 难得大便宜 让你买货 买完又升上去 又中了 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 让你跌下来 跌下来 上去 跌下来 上去 几次 大户派货就是这样 就是用来杀下去 所以道指 其实摆明 是很明显的散水价 不过这个散水 会不会拖累一点点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就机会不大了 因为未来一月 通胀会很劲 疫情会很劲 这两个因素 已经足以导致美股要死 这个道指 S&P 有没有发觉 三大指数 只是S&P 创新高 其他那两个 创不到 而S&P 在昨天创新高的时间 大家很兴奋 又说美股很强 你看 三大指数 只是得S&P 创新高 因为它的成分股不同 而S&P 创新高 就会被人说到美股很强 全面性很强 但是你看 如果你细心再逐只股票看 你发觉Dow和Lasdaq的股票 很多已经不像样了 但是它做过S&P 创新高是可以做到的 那不代表Dow和Lasdaq 是真的这么强 那我们也看了 这下去创新高会不会是假突破再落 留意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4740 就是那条橙色线 拉过来 我用个蓝色圆圈上面高位 那里来看 如果这个位置跌穿了 那S&P这阵创新高就是假突破 当然我们还看了Lasdaq和Dow 两个走势而定 那究竟会不会 又不死得住拖下呢 这个我们要密切观察 但是昨晚的S&P 标普500 做个势已经第一个做得不漂亮的了 走势是不漂亮的 那要留意 好了 看看纳指 纳指是肉酸的 上去做不到新高 做不到左肩的顶部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单日转向 就是高开低收 当然这个不作得掌 可能这几天年底还撑得住 但是我们要留意中间的过程 走势的升跌的力度 来做一个判断 暂时我判断应该反弹完了 看看这两天 就可能顶着过完年才下去 要留意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黑天鹅 我说过这个市场有三只黑天鹅 但是有两只开始做事 第一只就是通胀 那究竟通胀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稍后第二节再听 我们下期见 对方法 妹的领利 是领利 我承诺呀 我们下期见